剛剛的東西在改成 我們用資料庫來做 第一個動作我想一樣 就請各位在那個 我們這個地方增加按鈕 確定底線資料庫 那這個名稱就是BTM02 那當我點選他的時候的話 可以也是呼叫call他 然後呢 就是傳遞參數 不過參數的話會有兩個 哪兩個 就是來這邊點兩下我們來看一下 傳遞過來 如果說他是業務的話 傳遞我們這邊Q9 我另外有產生一個叫做 快速分類底線資料庫 把產業別改成資料庫 然後呢一樣傳3 另外再傳一個什麼呢 豆點第二個參數的話 就是欄位名稱 那這個欄位名稱 我們是針對什麼業務 所以呢我篩選的時候 我去針對業務去做篩選 所以會多一個參數 有就是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 再來我們要去接嘛 所以請各位 把那個上面的這個原來的 快速分類這個產業別後面像這個地方把它複製 貼下來之後的話 把它改產業 原來產業別改成資料庫 然後項目後面加個豆點欄位 那也就是針對哪一個欄位去做篩選 多一個條件而已 那其他的部分都一樣 會需要改的部分就在這裡 就是在試以後 新增資料庫之後 我們並不是複製貼上的 而是怎麼樣呼叫什麼呢 呼叫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ADO去查詢 SEQUEL的這個 這個副程式 那這個副程式 基本上 也在我的 SEQUEL裡面 就是說在我那個範本裡面 你們可以自行修改 或者乾脆 你們直接從這邊去摳好了 從那個 我的雲端上面這邊 這邊有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 那我建議各位直接開 先開啟 開啟之後的 在底下 因為這個地方還蠻長的 你們可以從這個地方SUB 一直複製到這裡 那這個部分 其實也是從我的範本裡面 去修改的 那你們大概 我大概修